那往事如煙似非恩怨都过去了 明年底即将卸任的高雄区长陈菊 面对媒体镜头话讲的轻松 但在就职11周年前夕出版的新书 花妈心内话却是揭露不少政坛密新 陈菊在新书中特别提到 在此去老委会主委时 因为高雄捷运移工暴动事件 当时陈菊向谢长廷提出 可以辞职以示负责 谢长廷当时回答没有这个问题 但之后陈菊轻送辞呈到行政院 因为谢长廷不在 辞呈就交给时任秘书长李应援 陈菊却在第三天 从电子媒体跑马登看到请辞讯息 陈菊也感慨江湖也是跑很久 当然看得出来有人在放话 辞职的时候是看电视跑马才知道 所以是您是觉得有人放话 当时辞官后的陈菊决定了高雄选市长 却打乱了民进党布局 当时总统陈水扁主义代理市长 陈其迈选 谢长廷力挺叶菊兰出马 初选前的民调 陈菊赢了叶菊兰 谢长廷却改推当选立委 一年多的管毕林 管毕林甚至公开宣称 初选要赢过陈菊 再让给叶菊兰选市长 让陈菊难以置信 另外让陈菊伤感的是竞选高雄 县市合并后的两人市长 面对曾经是同派系的前高雄县长 杨秋新 在推党参选后 陈其迈的附近 陈哲男跟妹妹都选择站在杨秋新身边相挺 也让陈菊感慨在关键时刻 人人都成为政治精算师 陈菊在新书中写的政治历程 用过往云烟轻轻带过 选在卸任前出书 也为自己留下政治纪念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